中国耗时60年终于消灭了国内第一个沙漠 面积比海南岛还要大 对此联合国还表示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让这片沙漠彻底消失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近年来 中国在生态治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对以前形成的土壤荒漠化 沙漠化情况进行治理 致力于将这些原本的荒漠 沙漠变成绿洲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程就是茅乌素沙漠 经过国人60年的艰苦奋斗 我国终于征服了这块沙地 它也成为我国第一块即将消失的沙漠 也是世界上第一块被人类彻底征服的沙漠 茅乌素沙漠是中国的四大沙漠之一 位于内蒙古沃尔多斯市和陕西省于林市一带 横跨宁夏 陕西 内蒙古三行 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 比海南道还要大 万里长城从东到西穿过沙漠南源 沙漠海拔多为1100到1300米 由于处在不同自然段的交接地段 茅乌素沙漠的自然条件恶劣 交通较为不便 这里的植被和土壤也反映出过度性的特点 由黄河支流吴定河 枯野河等河流从沙漠中穿过 东部地区沟谷比较发芸 河网叫密 在气候方面 茅乌素沙漠的气候处于干旱 半干旱过度地带 年平均气温6到8.5摄氏度 降雨集中在夏季 占了全年降水的60% 经常有寒灾和烙灾发生 如今这片沙漠将会彻底消失 那么中国究竟是如何做的呢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掀了解下茅乌素沙漠的由来 其实茅乌素沙漠之前是一片沃野之地 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和潺潺的河流 蒙古地区的牧民也一直在此地定居生活 但就在两宋时期 此地的气候发生变化 当时的人们对治理土地荒漠化没有一点经验 随着时间的流逝 茅乌素地区的绿植 河水逐渐消失 进而演变成为了一片沙漠 在新中国成立之时 茅乌素沙漠扩大之是极为严峻 据了解 当时于林市几盛的绿植面积仅仅只剩下66万亩 其中有180万亩的田地全部被沙土掩埋 除此之外 沙漠逐渐难移 直接将全市512个寸庄掩埋 面对此际 茅乌素沙漠治理客户容缓 而就在此时我国断然决定对茅乌素沙漠进行整治 此时由国家正式发起治理沙漠的计划提上日程 当时的陕北鱼林人一腔热血 各户人家都自发向前 在沙漠地区种植树苗 拉起防沙网 开始了长达60年的沙漠治理 1959年以来 国家和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开启了对于茅乌素沙漠的治理 早期对于茅乌素沙漠采取兴建防风林带 引水拉沙 引红淤地等手段进行治理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后来民间制沙力量也参与到了茅乌素沙漠的治理当中 他们在茅乌素沙漠的腹地营造起了万亩以上的林地160余处 建成了四条大型林木防护带 总的长度超过了1500公里 整个茅乌素沙漠地区的造林面积超过了1500万亩 这也让茅乌素沙漠的林草覆盖率 从以前的不到1%上升至25% 经过一代又一代之沙人的不断努力 在进入21世纪后 超过600万亩的沙地得到有效治理 每年的水土流失量也在减少 2022年4月根据陕西省林业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榆林沙化治理率已经达到93.24% 如今生态环境逐渐恢复 沙漠面积不断缩小 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每年黄河的树沙量减少了足足4亿吨 在沙漠腹地 陕西榆林市新批农田160万亩 曾经沙漠化最严重的沙漠只都已经建设成塞上绿洲 榆林的大棚蔬菜 育苗叶 大棚养殖 沙漠旅游业蓬勃兴起 阳四阳兰一千万只 马铃薯产量高达五吨 成了陕西省的养阳第一大事 马铃薯第一大事以及第二大粮仓 甚至还将这些农产品通过多种渠道销往全国 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这些产业的兴起带起 经济的同时也带动了就业率 全是从业人员十万余人 失业单位150多家 实现了经济的全面发展 茅乌素沙漠能有今天的成就 除了人类不懈的努力外 还因为它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在茅乌素地区沙化之前 它本身就是个畜牧场 拥有较为丰富的降水量和相对温和的气候条件 这里四季分明 这一温差大 降水量充沛 最高可以达到400毫米 自然有利于植物的存活 生产出来的蔬菜 水果等农产品质量好 在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同时沙漠地底下还有煤 石油 天然气 盐 高领土等40多种可公开发利用的资源 我国其他地区的沙漠 也同样拥有这些宝贵资源 以及丰富的风能 太阳能等气象资源 期盼我们能将其他沙漠也治理 使得这些资源被充分利用 转化成人类的财富 既然人们在治理茅乌素沙漠当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而且战胜茅乌素沙漠后取得了很大的信心 为什么不将其中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治理当中呢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中心地带 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 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性非常强 具有很快的移动速度 是世界面积第二大的流动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深住我国的西北内陆 能够接受到的海上寄风的影响非常小 所以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处的环境降水十分稀少 每年的平均降水量不超过100毫米 沙漠有些地区的降水量甚至不足几毫米 但是平均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左右 同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性非常强 沙子颗粒细小 沙丘的平均高度在300米左右 打风一吹甚至能够扬起数百米高的沙墙 这也就加快了它的扩张速度 让它的治理难度更为困难 茅乌素沙漠在历史上的一段时间还是一片绿洲 这也就意味着茅乌素沙漠地区有着较为充足的降水 而且茅乌素沙漠的形成原因大部分 是因为当地居民的过度砍伐和过度放火 自然原因所造成的影响较小 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形成几乎全都是自然原因导致的 认为因素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形成影响很小 茅乌素沙漠的成功治理多半取决于几代人对于茅乌素沙漠进行不停的种树治理 如果将种树的经验应用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树不但不会改善它的生态环境 反而还会加剧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生态危机 茅乌素沙漠的成功治理经验告诉我们 只要实现70%的植被覆盖率 就可以基本实现沙漠的治理 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完全不同于茅乌素沙漠 它土壤当中的含水量不足以支撑如此规模树木的成活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树会让树木将原本土壤当中 根本就不多的水分吸收到树干当中 然后在经过树叶的蒸腾作用散失到大气当中 最终导致树木死亡 沙漠的含水量更低 沙漠化更为严重的恶性循环 所以说 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种自然原因形成的沙漠 不能单纯地采用植树造林的方式进行治理 如果一旦使用错误的治理方式 反而会加剧当地的沙漠化程度 目前 人们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没有很好的治理方式 只能尽可能减慢这种移动沙丘的移动速度 减少沙丘对于土地的侵蚀 所以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想尽办法阻挡沙丘的前进 守住原本的好土地 现在当地的政府通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修建防护林和防风林 减少沙丘的移动速度 尽可能降低沙漠化对于人类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 同时通过防风林的防护 降低风沙对于城市的影响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历经几十年时间 人进沙退 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略 据统计 全球森林覆盖率大约在31%左右 而截至2022年底 中国森林覆盖率已达24% 正在逐步缩小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 对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必须要学会珍惜 因为中国略来之不易 沙漠种树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需要耗费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有所成就 不过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在沙化地区大面积植树造林 像黄土高原等地的水土流失问题 得到了有效遏制 就连母亲和黄河也变得不再那么浑浊 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北方境内沙尘暴之中为天气发生的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希望凭借我国先进的直沙经验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沙漠变成一片绿洲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